西藏最古老的寺庙,竟不是布达拉宫,不是大昭寺 竟是一座巨石上的宫殿,帕邦喀 凉着沟坡上的这座城堡,他默默地守望整个拉萨城 这里是六字箴言的初处,是藏文化发源地 当你行走在这小道间,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抬头就能看见光的圣地 今天带你去拉萨边上小众而隐秘的帕邦喀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伊林雨昕,那现在我们在西藏拉萨 然后今天我们去一个来头不想的寺庙,帕邦喀 它在一个山腰上面,然后整个来说我们开车的话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帕邦喀了,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好漂亮的景色 远处的布达拉宫,还有整个拉萨的一个城市景色 在这里的话就好安静啊,感觉就远离了这个拉萨街头的喧嚣一样 现在的话我们就顺着这个楼梯一直拾接而上去到最顶上的巨石宫 从山顶然后再逐一往下流来 我身后这个呢就是帕邦喀最出名的建筑巨石宫 非常奇特,它是在一个龟背石上面的 相传的当年呢,文称公主通过一金八卦术 然后算出在这个山头上面有一块巨石 非常的神奇 从山看部呢就派人四处寻找 果然就在这个山上找到了这一块神奇的龟背巨石 甚至帕邦喀的标志性建筑巨石宫我们继续向上 然后去到最顶上看一下有什么 这个黄色的建筑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了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最高的一个店 让杨大哥上山去看一下山上有什么 帕邦喀的后山上面好多这个天梯 这里还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外面搭了一个小房子 里面有一个喇嘛是一个彩绘的很漂亮 上这块巨石上去看一下好多好多的天梯 这里应该景色也很不错 在这个帕邦喀里面就有这种小橘猫 他好温柔啊也一点都不怕人 他喵一声我也回他一声他就过来了 然后我就在这尽情的撸猫 享受这甜淡慵懒的时间 走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进这个最高的店 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呢 看到这种门木门就感觉像走进人家家里面一样 暂时的话还没有看到府 就比较老式的都是这种木制的结构的建筑房子 这两边有两个厅来看一下 这边供的几个府 这边是几个大的 哎这个是巴达纳姆 请上二楼 所以我们准备上二楼看一看 哇这个屋梯 哇锁着的 这个门锁着的 每次走到四楼的这种楼梯我都会特别的害怕 我只有倒着一下 我咋上来我咋下 这个帕帕卡的话是不收门票的 在这个山腰上也没有太多人来打扰 感觉静静的就在这里向世人展速 它的一个历史还有发展 这也是一个宫殿 走吧 这里一进来的话 这里就有很精美的壁画 看着壁画 我们现在就进店看一看 这一圈好多白塔 这个店的话它是不能拍照的 然后它里面供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符 然后最精美的是它四周的壁画 全部是手绘画上去的 超级精美超级震撼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墙有多高 它就画的一种符一种符的这样的一个壁画 走吧我们就继续向下 看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更加惊艳的 相传在没有布达拉宫的时候 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 就住在我们刚刚介绍的巨石宫里面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份 纯净纯粹以及信仰 过惯了城市的一些浮躁的生活 在这里反而可以找到那种纯粹的安静 就静静的静静的静静的 静静的 好刚刚呢我们是从巨石宫那边 然后时间而上绕了一圈主店 然后现在呢又回到巨石宫 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进去了 摸着白墙 感受着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 当年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所以 不要七八口就买东西了 来来来感受一下真正的西藏 真正的拉萨 这台是真正的 我们新一点运行 我们现在在西藏拉萨帕邦卡 想知道西藏的第一股寺是哪里吗 点击评论观众 我带你看 哇 这才是超级古老的老房子了 走吧上楼 哇 哇 这里供奉的一些佛像 请往这里上二楼 哇 哇 这边是 这上的一个天台 相传历代达拉喇嘛的话 他们转世之后 就会在这里来礼佛受戒 如果学习完成毕业以后 就获得这个革西学位之后 他们也会到这里来进行一个庆功仪式 那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活佛学好之后 就可以一条路走向布达拉宫 所以这个帕邦卡的话 它也是佛教二十四圣地之 第二个殊圣地 想知道第一个殊圣地是哪里吗 请持续关注我们 带你去看 它里面呢 供奉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松赞干部 然后还有宗科巴大师 然后最主要的话 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观音像 帕邦卡 一个在巨石上的宫殿 这里是六字真言的出处地 也是藏文化的发源地 好 这一期帕邦卡的视频 就带给大家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 评论点赞 还有转发 那杨大哥说的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开车的 也没有关系 从山下走到帕邦卡的话 也就三四个小时而已 还是可以的 哈哈哈